现在带娃起床吃早餐了 今天的话呢 做了华夫饼 缠了很久 今天终于安排上了 再用水果和酸来点缀一下 再来一杯冰拿铁 这就是今天的早餐呢 非常的低脂 饱腹又健康 前段时间的话呢 我其实有把一个吐槽我老公的视频 然后我也没有出后续啊 其实就是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通过这次抹合呢 让我更加懂得如何在婚姻中相处 我变得没有那么爱计较 没有那么爱生气 也没有那么纠结了 就是结婚五年才明白的三个道理 今天来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一定要把自己的感受呢 放在第一位 就是很多女人结完婚 生完孩子之后呢 会把更多的精力呢 放在孩子和老公身上 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久而久之之后呢 就会失去自我 我以前说想做一个贤妻良母 最后发现就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付出 我老公啊 也不会知道我有多辛苦 也会也不会多提恤我 像童童两岁之前呢 我基本上没有晚上喊他起来 换过尿不湿 他就不知道这个辛苦 我等到我再去喊他的时候 他会很多很多的抱怨 其实现在想想的 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傻 我觉得女人一定要自己爱自己 老公和孩子呢 才会更加的爱你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感受 把不开心的地方呢 一定要说出来 像我自己最大的一个误区 就是把谈恋爱的这个方式呢 带入到婚姻中间 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会冷战让小龙哥来猜 但是男人的话呢 他哪有那么多细腻的心思啊 可能前面哄了两次之后呢 他后面慢慢就会失去耐心 然后他也不知道你生气的点在哪里 所以哪里有不开心的地方呢 一定要及时的说出来 千万不用闷在心里面 比如说要分担的家务 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 还有看不惯对方的小毛病 一定要及时的告诉他 像小龙哥现在的话呢 他进步就很大啊 以前他会说做家务不是我的强项 我不擅长整理 但是现在呢呢 但是现在呢 他呢看到家里没有收的衣服 他会帮我收起来 然后点起来从那柜子里面 然后在我忙的时候呢 也知道去如何带童童 就进步很大 所以呢婚姻中一旦出现问题啊 一定要马上的指出来 和对方去沟通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降低期望之 千万不要把那个电视机里面 完美的老公的形象呢 带入到婚姻中间 婚姻中间会有很多 鸡毛蒜皮的小事 然后也有日复一日的平淡 就是接受了这些平淡之后呢 就心里会更加的平和 然后会更加的享受生活 然后也不会去纠结很多小的问题 像我们两个现在的话呢 只是会更加的去懂对方 然后理解对方 因为之前我看评论 还是有蛮多朋友 给我提出了建议 然后也会有一些朋友呢 在婚姻中间 也会有一些摩擦啊 矛盾啊 是什么的 就希望大家啊 都是两个人好好的去解决了 然后祝大家就是这个 婚姻中间美美满满开开心心的啊 就像我们一样的摩擦 然后我们下车就有了 然后我们下车就有了 我们下车就有了